这个HelloServLator的这个Sample 后面我们可以传递参数名称的话就像Name 等于比如说一个123好了 按Enter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一样会接收到123 那这种模式跟那个 上次上课那个Greeting那个很类似 也是用Gate方式 取得我们可以用URL方式传递参数 那只是说那个ServLator 第一个它的开发的流程不太一样 首先第一个各位可以在 比如说上次我们上次有建的一个叫FIRST的ServLator 那我们建这个JSP是从直接在WebContent里面 按右键去新增JSP的File 那不过这个ServLator建的地方不太一样 它的建法比较像Java的层次 也就是说我们建立的 这个地方是在JavaResource里面的一个 SRC 那里面会有一个套件名称 那这个套件名称底下你可以按右键 这个套件名称你可以自己取一个名称 那这边的话新建一个什么 新建一个ServLator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就有一个ServLator 也就是说建立的这个位置不一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ServLator它开发的流程 开发的方式比较像Java 也就是跟Java其实基本上差不多 那比较不像JSP是那种什么标签式语言 就是说你开头还要一个什么小于百分比 后面还要结束百分比大于把它刮起来 那而且呢 这个JSP呢 开发的时候是跟HTML相混杂在一起 可是ServLator不是 它是分开来的 也就是说它藉由OUT物件呢 再把那个需要的那个HTML运营法 再把它Write出去 所以它比较是有点像是一个 一个Java的class 那基本上这ServLator的主要是在哪里呢 在ServLator上 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建立的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ServLator 比如说这地方名称叫做HelloServLator 各位可以打一个 这个比如说HelloServLator 那里面的话呢 我们这边已经有给它取的2 那这个地方的话直接按下一步 那下一步之后的话呢 特别注意这边有个View 特别注意URLMaping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那个JSP里面呢 直接Action时候 就Fone传递过来后面有个Action Action会传递给哪一个 复党名为JSP的一个程式去接收 动态网页去接收 那这边的话呢 因为ServLator 它没有一个实体的档案存在 它是在Serv端的话 Compile的时候也是一个class 那我们总不可能指向那个class 所以呢会有个什么URLMaping 这个URLMaping就是说 在我们的网址端也会有一个对应 比如说我们Gate的方式 传递参数的时候 必须要建一个所谓的View 这个View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Maping 这个Maping就是说将来我指向这个Maping 比如说它的View 那这个View呢会怎么样呢 接收到之后再转到那个ServLator上面 所以这边的话名称 我把可以可以修改 一般的话会叫什么什么View 比如说 helloServerLator 2 比如说点View或者什么名称都可以的 或者你用原来不改 没关系 比如说我用helloServerLator 然后呢 这个点View 这样的名称 OK那按确定之后的话 将来呢 指向的就会是指向这个名称 好特别注意 这个名称的话 将来就转到这个ServLator 所以这个View的名称特别注意 那最好是你定义 就是名称改了 就是定了之后 之后尽量不要乱 不要去改动它 因为改动它的话 问题会蛮多的 在下一步之后的话 它会问你说 你这边有没有要需要定义什么 就是你的建构值要不要 如果要的话打勾 还有呢一些UbstrayMenser 一些抽象的方法要不要建立 那这边主要 其实上面部分呢 比较不是那么重要 看你要不要打勾 要的话就打勾 主要底下 要DoGate还是DoPost 那我们在那个JSP里面 GatePost是我们自己 在Menser里面定义好 那这边同样的就是说 在凤表单上面 如果团体过来是Gate 那你对应到 记得DoGate的部分 一定要实作 如果你没有实作的话 很抱歉它就接受不到 那一样如果它传递过来 Menser是Post 你这边实作的方法 也要有一个DoPost 这样的话它才接受得到 那这一题基本上 只要DoGate就好 因为我们是要在UIL 参数上面 去下一个参数传递 所以这边的话 按一下完成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会帮我们建立一个 Servlet出来 那这个Servlet 自动会帮我extense什么呢 HDPServlet 也就是说呢 这个地方是继承的嘛 继承的HDPServlet 那里面的话比较重要的就是 那建构子 如果你有打勾 那建构子 也会传递三种过来 那因为我有只有打勾 DoGate 所以这边的话呢 DoGate的方法会这种产生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 因为我们Servlet Servlet的主要是 主要是做什么用途呢 主要是处理什么 Request跟Response 也就是说呢 Servlet的角色就是 当UserRequest 传递一个参数到Servlet Servlet之后的话 我用Request把它接收到 那当然呢 它是双向的 Servlet端是双向 所以接收到之后的话 之后会有个Response 所以一定会有Request 一定会有Response 那它就有什么方式呢 就有这个HTB的 那个Servlet的Request 然后建一个Request物件 另外的话呢 一个Response的类别 然后建一个Request物件 利用这个方式去做 接收跟传递 那里面的话 请各位等一下 把这边稍微实做一下 那里面我们要做哪些 在DoGate里面 实际上各位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 我们Print出去 假设我在这个地方 主要部分就是说 我要怎么样取得参数 取得参数部分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们在Server端这边 在撰写程式的时候 一样宣告一个Stream 名称叫做Name 那透过什么方式去取得呢 不是有传递一个参数物件吗 叫Request 由它来去接收 那你Request点下去 打一个Get 这个就会有个Parameter 就是参数名称叫做Name 那传递过来之后就可以接收到 所以问号或者表单里面 只要填入资料 这边就可以接收到 那接收到之后的话 做哪些处理呢 后面的部分呢 我们必须要利用一个什么out物件 比较麻烦一点就是说 在那个JHP是隐含 隐含式的 隐含物件就是直接已经 已经载入了 所以你不需要宣告out 但是ServerLate不一样 ServerLate没有隐含 这一个没有把那个out物件 把隐含进来 就是那所以呢 我们必须如果我今天呢 要把讯息输出输出到画面上 必须要多宣告一个叫做PrintWriter 然后这个PrintWriter的物件名称叫做out 也就是说我要把讯息传递到 看来端的那个browser上面的HTML 网页上面的话 那我必须利用什么呢 利用Response 因为我们在参数物件里面有个Response Response .getWriter 那getWriter就是呢 我们可以取得Writer的这个方法 然后可以怎么样呢 利用这个out物件呢 就可以利用有一个叫PrintLate 其实这个方式很类似什么 很类似什么 那个Java的程式里面的那个 到Console上面有个PrintLate也是一样 那PrintLate这个地方就是 把相关的HTML把它输出去 所以基本上 HTML该有的东西这边也要有 比如说HTML 有没有 然后Head Title 然后Title叫名称 对不对 就用那个什么呢 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是 等于是输出一个HT 静态的HTML网页 到Client端 那只是动态的部分在哪里呢 动态的部分在这里 就是Body 有没有 Body底下 实际上上面这些如果你没打 它还是一样可以 可以产生一个网页 上面有没有 因为这些没打没关系 其实你只要什么呢 底下那个H1 就是标题E Hello 然后呢 加上一个什么Name 也就是说将来的这个Name 我们要把它串在哪里呢 串在这里 这地方 串在这边 所以如果你有传递一个参数的话 它就会出现什么 Hello 然后这个名称 比如说我刚刚打1,2,3 那1,2,3就出来了 再来的话呢 就把Body跟HTML结束 那这个部分的网页就完成了 不过特别注意就是说 因为我们要用GET方法里面 GET的时候呢 在输出的时候 Response的时候 你一定要Set Content Type 这个Content Type 如果你没有设的话 如果中文字 你们可以try一下 基本上会有乱码的问题 因为也是一样 之前就是 中文字 如果你没有setCon 你如果说Client1 是用UTF8来显示的话 那你如果没有setUR UTF8 它会用ASCII Code 用BigFile的方式输出 那它Client1那边就变乱码 所以这边的话 恐怕你要在Response 点什么呢 点Rise 这地方的话 你就先什么 就是 Content Type部分的话一样 就是设定为什么呢 这个TST斜线 HTML 帽号 这个分号 然后呢 Charset 等于什么UTF8 这个部分呢 需要把它输入上去 如果你没有输入上去的话 那将来呢 你的这个画面上 如果你打中文 有可能会是乱 所以第一个 请各位 试着建立一个ServerLate 第一个FirstServerLate 那ServerLate的部分 我们是直接在FirstServerLate的专案底下 这个是上次键的话 然后呢 在SRC底下 再建一个这个 建一个这个 HelloServerLate 最后 各位可以test一下 那当然这地方的话 你可以把它test一下 这边 诺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 建一个执行 就是传递什么 传递Name Name等于 比如说123的话 那就123就出现 那如果说你传递 传递 比如说你用中文打上去好了 基本上如果中文打过 打资料上来的话 你也可以test看看会不会有乱 比如说你这边的话 可以在 后面Name的地方 传递一个中文字好了 比如说 你打一个吴老师 或者是其他你的名字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 就会有乱码的问题 这个地方的话 恐怕后面 我们还要再做一些处理 不然的话 这地方 基本上 因为我们是从UIL 传递参数过来 所以这地方的话 会有乱码的问题 那基本上 我们应该再建一个phone 如果说 我传递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再建一个phone 然后那个phone里面 就有一个 input type 为tester 就是文字 然后可以让user 去填一些资料 进来这边 那这部分各位试一下 就是说这个 hello serverlay的部分 很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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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